第二代广汽传奇JS8终于亮相了 新车基于GPMA平台打造 不得不说这辆车的热点度真的很高 外观也确实很漂亮 前后灯组非常具有辨识度 但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小嘴版本的 大嘴版本为混动版本 内饰方面也毫不意外的 这辆车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 并且仪表盘和中控屏全部采用了液晶的设计 相比现款车型要现代了很多 这个悬浮的中控屏集成了空调 科技配置等等都在这里边就可以控制了 下方的中控空间更加简约 电子的排档板科技感非常十足 包括这种拉丝设计 还有整个的皮质设计 做起来都非常舒服 来到后排我们可以看见 这块为空调的控制区 可以控制空调的温度 出风方向 包括它的风量大小 整辆车第二排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身高181可以看见 还有具有两拳的距离 并且座椅的填充物的柔软程度还是非常不错 并且给腿部的支撑也是不错的 第三排动向距离显然是不够的 横向支撑也就是那么回事 头部距离车顶的空间大概有一拳左右 也就是那么回事 日常硬的急还是够用的 动力是整车最大的亮点 除了2.0T燃油发动机外 搭载2.0TM发动机 匹配丰田第四代THS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说第二代广汽传奇GS8的这套动力系统 还是非常令人期待 但是价格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 预计混动版的车型价格要高于限管车型 竞争对手就非常多了 例如我们国产品牌的领克09 还有合资品牌的汉兰达 路放等等等等